连世活佛卢盛宴每年都会举办新春护国祈福法会 今年是迈入了第七年 吸引上万名信众朝圣 连世活佛还跟民众一起折金元宝 在招财铺满题字 并且是传授了猪年求财的配奔 今年还特别发送了限量个一万个的 开运护佑祈福护牌 以及猪年开运吉祥红包 信众双手合十 送金声缭绕 连绵不绝 伤万名信众齐聚南投雷藏寺 场面盛大 真佛宗创办人卢盛宴 持续第七年举办新春护国祈福大法会 亲自为民众消灾解恶 并且现场挥毫题字佛光铸照 期盼新的一年能够国运安康 我希望佛光 就铸造我们整个台湾 希望国家的整个命运 诸事如意 这个洪凶化吉 那么人民和祥 经济发展 在新春大年初一 联生活佛不只为国运祈福 现场还跟民众一起折金元宝 象征金竹报喜 逐年吉祥 在招财的红竹铺满 提上满字象征财富满满 丁吉祥 照财育 平安健康一整年 2019年的求财配布就是选对良辰及时 受持红竹铺满 请财神回家 因为今年是猪年 那么财神在南方 你只要向南方以红色的珠去祈求 财神到我家 然后把金红色的珠放在财库位就可以了 时间是初一跟初二 还有十五跟十六 早上差不多七点钟八点钟 今年还特别发送限量个一万个开运护佑祈福护牌 以及诸年开运吉祥红包 让民众在新的一年能够护身吉祥 平安正宅护佑一身 台湾的雷藏寺是新型宗教真佛宗的密教佛寺 位于财神殿的主尊是红财神喜好红萝卜 镇定外的橡皮财神 据说橡皮会流出金银财宝 民众争相抚摸 另外在寺外山坡上的尊圣陀罗尼塔 信众得要念佛持咒以顺时钟绕塔七圈 战斗好运迎接崭新的一年 记者黄梅琴 王维黄 南投采访报道